成功了 爸爸 我成功了 恩信 你可以做哥哥了 哥哥 大家好,我是Samant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終於有個好消息帶給大家 就是我終於有了 現在是十六週 恩信終於可以做哥哥了 回想起這三個月 剛剛懷孕初期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一直病 由十一月底開始病 傷風、感冒 然後有皮膚病 嚴重的皮膚病 突然急性 然後鼻子有事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病得很沮喪 情緒很差 心情也很差 都不想被人去關心 或者去問 但我都想大家知道 有祈禱 有些朋友 開頭心水清的時候 都發覺 你這樣病發 是不是你懷孕了 我其實都很想分享 但我真的沒有精神去覆 因為我IG 一直都有分享自己的生活情況 由十月尾開始 我都很少再分享一些 生活上和恩信的事情 一來天氣冷 我都沒有開車出去 二來病病得很厲害 就是因為忍信病 然後到我病 要不就到老公病 我覺得最適合是 一起病 輪流病 變成了 日後我很辛苦 這段時間 最辛苦就是 要給忍信看電視 我終於踩了自己的底線 不斷讓他看電視 因為那段時間 早上很累 很硬 但真的要給他看電視 要不然我真的不可以休息 因為這段時間 是越來越活躍 會扭你和他玩 扭你和他講故事 但我感恩 就有這個寶寶 有恩信哥哥 他真的很怪 他可以坐在那看Cocomanan 大家都知道Cocomanan是什麼 大概對他的寶寶 都大概給他看半個小時 至九個字 對他來說是長的 是長的 但是 不看都不行 因為我又不可以去洗濯 洗碗 瘦碗 我又不可以睡覺 變成睡個醒時間 所以對他來說 很不公平 有時我情緒很低 我會對著他哭 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但他又很乖 把擦上一個紙巾 撹給我 同一時期我又流鼻水 開始時又流鼻水 之後到12月回教會 我記得有一次 回完教會 我跟老公很開心 不如吃一些小炒 吃了什麼海鮮小炒 又吃了一些沙爹牛肉粉絲煲 誰知道第二天就糟糕了 因為我開始感覺到肚子 其實那晚即場已經發覺中伏了 因為我的肚子開始痕 這旁邊 紅色一點點 我就說死了 我是不是皮膚敏感 還是食物敏感 我摸了什麼 吃了什麼 然後老公說 你死了 肯定吃了什麼 濕炒 那我就想 但我懲恩信的時候 都沒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今次這一胎 都懲得比第一次更加辛苦 懲恩信的時候 已經是很辛苦 因為我是沒有人在家 照顧自己的時候 我是沒有胃口吃東西 基本上是沒有精神煮食 隨便吃個麵包都會嘔 吃粥又嘔 吃飯又嘔 聞到一些香味 大家都聞到一些香味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很臭 很光鼻 然後我試過洗澡的時候 會試過滑落地下 差點滑落樓 但這一胎 反而是沒有那麼容易暈 但相對地作嘔的次數很多 特別和恩信門屎片的時候 聞到一些香味 哇我馬上是嘔 然後我試過是嘔出來 恩信非常密 但我掩著自己的下體 然後就 嗯 幸好我有用手摺著 所以真的很難受 這段期間 而且你又有皮膚病 我又分享一下 那段期間就很難堪 就是我又不能告訴別人 我懷孕了 二來我又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那我唯一有方法 就是打電話去 去婦科醫生 那我去打婦科醫生的時候 那婦科醫生就問我有什麼症狀 我就跟他說 我有一點點呼吸困難 是的 我好像心跳加速 我擔心自己BB有事 那他開頭就以為 我只是某部分有 但是我就跟他說 我是差不多一身都是 那他問我吃過什麼 那我就大概 照譯來 牛肉粉絲煲的英文 真的很難吃 那我就跟他說 那他就說 那可能你有機會對海鮮濕炒 不是 海鮮的有敏感 是的 所以呢 就叫我以後不要吃了 我心想 但我之後去Boston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開 IG 其實我已經去完Boston 一月頭 那我就想 糟了我最想吃那些Cram Chow 吃那些Lobster 怎麼辦 那又爆得很厲害 然後我又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又不是很癢 但是很乾 而且最重要是令我呼吸不到 因為他在空前這裡生得特別厲害 然後大腿內側 那這樣 然後呢 又要照顧恩信 因為生的時候 已經是 人已經很累了 皮膚又不舒服 那我沖熱水涼的時候 會更加癢 所以我又不知道怎樣 那他就叫我 就看Palmary Doctor 那我最後呢 又打電話去 預約Palmary Doctor 那Palmary Doctor 那很好 因為知道我孕婦 又有了BB 他就馬上給我打尖 如果不是我連體也沒得看 那最後呢 那醫生呢 又 我又不是覺得他隨便 不過可能他不是 就是他又不是女性 又不是 就是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醫療 那變了 他很隨便判斷你 哦 是呀 你也是對我才敏感 然後呢 就開了一些 雷固醇藥給我 噢 那可能 他還沒真的看到我的情況 那我就說 咦 但是雷固醇 我說有BB 不能塗的 那最後呢 他就開了一些藥給我 那些藥呢 叫做Serta 對 普通呢 你在Target裡都買到的 那就 對 那之後呢 我就打電話回府產科那邊的護士問 那他就說Serta是可以吃的 不過呢 他要強調就是Pure 是100%Pure Serta 就不可以有其他成份的 那他叫我去Target的時候買 一定要跟那個Pharmacy說清楚 那他就要跟他說 你是孕婦 你現在性命敏感 這樣 要Pure Serta 那就是10mg 那我就吃完之後 真的好見效 那但是 那至於那個雷固醇藥呢 他就叫我不要塗 因為呢 他就怕塗得多 因為我是 生了全身都是 那他就怕是真的會影響BB 所以呢 我最後就放棄沒有塗 但是很感恩的是呢 他那個護士 苦產科的護士 他都有額外叫我買 我叫做 Kanamar 我忘記了是不是這樣讀 我總之塗了買回來之後呢 馬上止痕了 對啦 馬上冷靜一下 那些皮膚 吃了Serta之後呢 也都開始退了 那我就覺得這一次的急性皮膚病 都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就是以後要小心吃東西了 是啊 那沒多久 不夠一個星期去完Boston之後呢 那我老公 不是老公 是兒子病了 兒子病了之後 就傳染給老公 然後老公病之後呢 就輪到我病了 中招了 那我就知道自己慘了 我一開始以為自己鼻敏感 那我就不斷刻馳了 那我就覺得 咦有些奇怪了 刻馳有些不對 我日頭開頭呢 打噴刺打得很厲害的 不斷流鼻水 是沒有收過的 那我心想怎麼辦呢 我又沒有藥食的嘛 那怎麼辦呢 我又不可以吃泰能奴 我又沒有發燒 那我打他 又是苦衫科醫生 我說我的鼻子很辛苦 我可以怎樣 那我好像隔了第五天才打的 是不是大家覺得我好厲害呢 因為呢 我自己覺得呢 捱到的話 其實盡量我都是鼓勵自己用抵抗力去捱的 但當然呢 有個危機就是因為你抬著BB 但是我怎樣都死撐下去的 那我到第五天的時候呢 老公就說 唉 唉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你要等到第五天 你明知道自己有寶寶 你就好想早點打電話 那我們曾經呢 那段時間都分房分了 因為我不想傳染給兒子 又傳染回老公 那很重要的是呢 很搞笑 我那一次打黑痴呢 老公又沒事了 因為我打了整個星期黑痴嘛 那些鼻水呢 流到呢 我已經是滲了五盒子巾至六盒子巾了 但是這樣呢 兒子又沒有再犯法啦 即是又再病過啦 老公又沒有啦 那我就想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自己呢 也有去測試那些COVID-19的 讓大家看看 Hello 好啊 好啊 我就懷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COVID 現在呢 就進行測試一下先 哇 真是好慘啊 現在呢 帶著肚子呢 不斷流鼻涕 我這個的情況呢 已經由星期三、星期二開始 不斷流鼻水 好辛苦啊 那我現在呢 就試一下 測試一下 到底是否還要 因為 剛早呢 出去吃點東西呢 我發現開始沒有味 可能鼻塞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過我怎樣去測試一下 看看情況 我現在測了鼻大粒 我測了兩三盒的紙巾 我剛才自己以為是敏感 還是熱氣 好啊 我先看看有沒有 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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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線真的代表沒有 唉 都好好的了 沒有的話 可能真的傷風感冒 不過呢 都是要再做一個測試 如果明天我再試一次是沒有的話呢 那我才相信自己沒有COVID 好啊 咬我你 呀 好歹咬人啊 好了 今天呢 我要決定做第二個測試 因為呢 剛才突然又爆了出來 意思是 不停喪打刺 因為今早呢 其實已經是開始被殺 但是呢 現在呢 又不停喪流鼻水 現在感覺到其實今天是喉嚨的 有點不舒服 因為鼻嘴倒流 現在就看看究竟 真的沒有COVID 這次呢 我是用這一刻 對了 好了 十五分鐘已經過了 要給你測試呢 就是證實 negative negative 對了 那麼呢 COVID-19 那我就檢查過 幸好真的沒事了 那我都檢查了兩天的 那很感恩就是 呃 不是COVID 那我就想 啊 是不是Flu呢 那我又去打去婦產科醫生 那婦產科醫生又問我這個情況 怎樣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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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啊 我不停打鼻水啊 不停打黑刺啊 不停滲 我說現在滲到呢 有時候會滲到一些黃色鼻梯 那我滲到有時候 鼻子乾到呢 出了一些血啦 那我問他 我說怎麼辦啊 我很害怕啊 那我說自己測試過 有COVID-19 沒有COVID-19 那他就說 我自己測試又不准啦 於是乎呢 他就叫我去PALMARY DOCTOR 去檢查啦 那我就 他就說 因為呢 他們那邊呢 就有一支的檢查 比較容易 準確性高一點 可以檢查到你自己是COVID-19 然後又是否檢查到Flu 那我就想 唉又玩東西嗎 現在流感高峰期呢 你去打PALMARY DOCTOR 是人都要看醫生 人家怎會又再被你虧 那打了去那裏 那他們那個醫生又很好 他就說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們這邊 又不能檢查COVID-19 亦都不能檢查這個Flu 那於是乎呢 就叫我去Urgent care 哇 Urgent care 真是 真是要比貴一點 這樣 雖然我老公是有買開整家保險 但是 如非必我也不想去Urgent care 因為又要勞煩老公開車特意陪我去 又要找人看兒子 那我老公又要揹上兒子進去 變了呢 而且你知Urgent care有很多困 那他帶了兒子進去 就變了 哎呀我又怕到時兒子又被人傳染了 但都沒有辦法了 比較無奈 那我那天呢 就很早起床 就去了PATIENT FIRST 都是屬於Urgent care的一種 即算是緊急那邊 對啦 那美國就是這樣的了 即是看醫生呢 要先去 即是可能打去 苦產科醫生 又去PATIENT FIRST 跟著他們就會再 建議你去Urgent care 即那些 沒有什麼必要 他們都不會去E-R那裡看的 那 跟著 因為那裡更貴 那幸好我老公的保險 就全蓋了 只給了一些藥 那醫生呢 就幫我測試了 最後呢 就沒事了 那他就說是Virus infection 我想想 那我那支Virus infection 那究竟是什麼Virus infection 他打一個很專業名詞 我開頭又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就上網再查 原來呢 就是被鬥炎 是的 急性的被鬥炎 那他就開了10天的抗生素 我開頭有點害怕 哇抗生素 抗生素 抗生素呢 很多孕婦不能吃 那他說 孕婦不能吃的 因為我又跟他說 我有懷孕 第14週 是前兩三個禮拜的事 那10天的時候 每一次吃抗生素 我每一次都回家是昏迷 我記得頭一次吃完之後 我整個人是習慣了 我跟阿拉馬阿仔去睡 因為那天他特意跟我好早起床 陪我看醫生 那變了阿仔又很累 就睡覺了 陪我一睡 睡了兩個小時 很感恩他又很乖陪我睡 那我自己的藥力很厲害 按住了那些菌 那開始就沒有那麼多鼻水了 到我第5天第6天 開始就recover了 那他一定要吃足10天 那我就每一天就吃一顆 那剛巧呢 因為這段時間呢 我又要吃很多維他命丸 那我也跟大家說 那我記得我去Boston 之前那一天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去Boston之前的幾個小時 我就去了看第一次的苦 即是產檢 好多久呢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 有個好消息跟大家說 我終於有了BB啦 太好了 我老公呢 剛剛來到這裡 現在其實是早上8點 那我就約了8點10分 就去見苦科醫生 那就是第一次看 那我看情況如何 太久沒有懷孕了 突然又還回到人的感覺 心情是很緊張 是啦 捕了我的身體 很正常啊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呢 因為那個姑娘 對啦 跟我說 因為生恩信之前那一天 突然爆了血壓高 就擔心我第二拖友 於是乎他就叫我吃點血壓 即是抑壓點血壓的東西 十二週十一二週開始吃 他就給了牙齒匹令我 其實呢 我就不清楚 究竟目前為止 我是有任神高血壓 即是斷定我現在是不是有 還是是什麼 指癲眼前症 因為他在網上 即是我再查回的時候 他就說是指癲眼前症 於防 對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試過指癲眼前症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經驗的話 我也歡迎大家在下面 YouTube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在吃東西方面 或者在生活上 我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但是我盡量都控制高鹽 高立 高油 因為都免得令到血壓突然飆高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偏肥的人 BMI都去到三十 其實真的不適合 所以我很努力在沒有生完BB的時候 或者是生BB之前 我每天都在家 都要至少做三十分鐘至一小時的運動 在家 所以 我也知道肥是引致了很多問題 所以今次這一胎 沒有說擔不擔心 即是你問我不擔心 是假的 但是你要保持一個好的心境 所以我就盡量保持好的心境 但是很特別的是這一胎 我很喜歡睡覺 不斷逼晚上 白天睡覺 所以這段時間 你看我出片 有時候隔了十幾天才出 有時候就很快脫 四五天就出 要是就消失了兩個星期 就是因為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著病 亦都很容易眼睡 所以 盡可能我都逼自己去做運動 有得行就行 而且特別是冬天 現在這麼冷 整個華氏二十幾度 即是攝氏褲 不知道兩三度 還是這樣 真的會很辛苦 而且你又照顧多個哥哥 是的 寶寶 他會容易生病的 如果他生病 我又要照顧他 照顧他好回來的時候 又輪到我生病 我又不想了 所以這段時間我真的很期望 期望快點好回來 很多朋友問我 問我和我老公 想要兒子還是女兒 其實大家一直有追看我的影片 或者知道我們的關係 都知道我們第二胎很想要女兒 但如果不是女兒 那怎麼辦 沒有了 我這一胎是最後一段 會不會很失望 沒有說是否失望 那上帝給了這個 我就給這個 那我有沒有檢查到什麼 其實我第二次再看醫生的時候 我是有做到T21的 好了今天已經是第11週至12週 今天就約了醫生 看這個Ultra Sand 是的 第一次再去看這個Ultra Sand 不過地點就不同 試一下新的一間先 看這個Ultra Sand 因為我有要求 即是他要求我先的 是說因為我是高危險 因為經過恩信第一次 因為查到他普通 即是第二期去照這個超聲波的時候 發現他的頸呢 他抽血的時候 是有點不太正常 懷疑他有同時綜合 那我之前一直 如果大家沒有追我的影片 就不知道他有什麼事了 有追開就知道了 我會哭著拍片 其實是 為什麼會哭著拍片呢 其實是沒有想過 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而且呢 我自己有 做搞開特殊 那些小朋友 我知道照顧這類型的小朋友 是多麼辛苦 父母要付出很多心機 和時間去教育他們 所以 我知道 如果我要生這個小朋友出來 就是要付出很多 所以生孩子呢 不是大家想中那麼容易 就是你會經歷很多的挑戰 但是我真的完全是感恩 今次很感恩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感受到上帝與我同在 還有 因為有第一次的經驗 今次就沒有那麼容易 情緒波動 不過就真的可能 在病的上 我會令到自己很不開心 很氣餒 容易沮喪 因為當你一個人照顧的時候 你會很辛苦 其實我很渴望 真的有人幫到我的 但是當沒有人幫到我的時候 我就真的唯有跟自己說 靠意志 當全世界是幫不了你的時候 你就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靠你的意志 和你的宗教信仰 就是我自己的神 如何在心靈上面 安撫我 說真的 你說朋友幫不幫到你 別人都有自己的家 我沒有理由寄望 別人朋友經常都會幫到我 我都不好意思打擾別人 所以 我有跟自己說 真是努力 有朋友也有問過我 即是說 你的朋友會不會過來幫忙 我就想跟大家說 未必 因為我媽媽本身 又不是很喜歡照顧小朋友的人 而且 她就 是的 她又很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和她去旅行 我和她商量了之後 發覺她自己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大家都一樣 既然大家的想法都不一致 或者她在事情上的處理手法 照顧小朋友都不同 或者她 怎樣說 她是一個事業型的女性 我自己又不會強迫她 如果她能幫忙我當然是開心 但她 是不願的情況之下 好像感覺我逼她的話 我就不太想 再加上我生完之後 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定會有情緒很大的起伏 因為第一 不夠休息 對了 這樣 什麼事啊 我不要緊 你撿起來 慢慢來 是啊 所以我沒有特別寄望什麼 你坐在這裡 你搬回這些行李箱過去 對了 這樣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像其他YouTuber 那樣 跟家庭關係很好 因為 這裡我不方便交代這麼多 不過 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我也會多些拍片 分享一下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兩個人 是怎樣打老虎 因為今年是農年 因爲是苦年 今天就變成龍沾苦鬥 媽媽就要維持這個家庭秩序 其實我都會很累 可能有時候會撐開撐閉 是的 就是這樣 那我希望 我這個分享 都和大家說一下 那都不要怪我出片慢 那我都順便問了 那因為過了這個夏威夷的短片之後 那接下來我都會出一下Botson 或者其他我們的短片 那我都在打字幕上 都掙扎的 那究竟我之後 日後應不應該打字幕呢 也都 究竟是只打中文不打英文呢 還是你們想我 保持中英文去打字幕呢 那如果你們有你們的想法的話 你們不妨在下面告訴我 那我希望你們真的留言 因爲我每一次出短片 都好像大家沒什麼反應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是的 那大家就訂閱我這個頻道 除了真的 就是拿到我這些 有用的資訊之外 我都希望你們支持我 因爲其實做這短片都幾花時間的 而且特別要照顧小朋友 又要經營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是的 雖然我的Subscribe呢 那個人數呢 已經達到一千啦 但是 只是符合了它一半的要求 我還有一半的要求就是 希望 大家努力去幫忙看片 是的 幫忙share 幫忙去看片 留言 去捕那個影片的流量 是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YouTube也不會幫我公開 亦都沒有人知道我短片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對我鼓勵 你們的留言 你們的支持 真是我整片的動力 甚至乎你like 你share 是的 都是我支持的動力 是的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呢 又要照顧小朋友睡覺的時間 因為他呢 開始很硬睡了 那我呢 我呢 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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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